为什么面活人不能往生 就是他有牵挂 他放不下 这个世界明文立扬 五一六成的牵挂了 这个害他的 分分事事 六道轮回 有智慧的人 他就 真正觉悟 不能觉悟的 就是这名讲的 愚痴难辟 他不觉悟 修行 说了的话 修行梦 纵获大臣经典里面 一切法门所说的 把它归拿成经要 可以说只有两个 一个是识 一个是忍 忍耐 识就是不识 就是放下 真正能识 把它统统识掉 我统统不要了 心就清净 不要就没有钱挂了 不要钱的人 什么货币 升值 贬值 什么 与他根本不相干 他自然不操这个音 多少 利息 他也不想干 他没有这个念头吧 心清净了吧 五一六成 通通通要写 不但这个要写 佛法也要写 佛法不写 还有好多大庭经典 还有心心念念 这个没有看 那个很遗憾 他心不能清净 这真正入了门 连迟大师 万年才入门 这三藏十二步 死掉了 让别人不说 所以到最后 最后就一本经 阿弥陀经 一本经 他一生的功力 就在这一部 弥陀经俗潮上 一生到最后 就归在这一部 一句阿弥陀经 这是人家 为什么会成就 我们要知道 他到晚年 才入这个境界 如果我们很年轻 就入这个境界 那我们的程度 超过祖师都多了 所以你不要以为 还有他到晚年的事 我现在很年轻嘛 似乎我现在 还不是谁的时候 可是你有没有 跟阎王签了合同 你能喝多少水呢 黄泉路上 吴老少 要快快进阁 你觉悟的越早 越好